一个男人怀疑在西贡堕崖昏迷 送丸之后不治 那个62岁男人由直升机送去东区医院抢救 事发在下午3点半 他在环州行山的时候怀疑由沿崖堕下之后昏迷 同行的朋友报警 那个男人送丸之后不治 有环保团体去年在本港62个海滩一共执到超过4万3千个废胶瓶 破了三年纪录 绿色地球前年11月至去年11月 去到全港不同的海滩 进行一共116场饮品胶瓶品牌调查 每场平均收到311个胶瓶 最多的一场在咸田湾 收集到多达1913个 将胶瓶分类之后发现水泪容器 即是矿泉水和蒸馏水中占了6成6 而汽水和茶类等的非水泪容器就占了3成4 团体促整下届政府加快就饮品容器生产者责任计划立法 并且加强同内地的海上废物污染防治 又建议饮品业界定立回收目标 定期公布回收数据 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 他建议政府和办学团体为学生提供更多源出路 不一定只是着重成绩 又期望对基层儿童投放更多资源 被列为三级历史建筑的 尼敦道190号转角洋楼 业主去年申请拆卸 有团体研究就发现 洋楼和日渐时期的历史有不少重要关系 促请政府将它重新评为一级历史建筑 经过尼敦道和阿士甸道交架 有没有留意这栋洋楼 三角形山墙 两端柱身有堆叠的植民饰 多层长廊露台的通花圆文栏杆 门和窗框都有花线装饰 这种是30年代欧美流行的装饰风格 尼敦道190号这栋楼建于1932年和37年之间 属于战前洋楼 是全港紧存三座有这样设计的直角转角楼屋 它在2018年被评为三级历史建筑 去年业主提交拆卸图绩获批 团体活现香港和保育建筑师 以战历史学者组成研究团队 根据历史文献和访问洋楼首任屋主的后人 发现洋楼在日渐时期曾经被日军征用 为官员吃饭的地方 而屋主两个儿子曾经借着洋楼地理优势 在天台观察日军船借活动 向英军提供情报等等 它的历史价值不是纯属地区性 那么简单的 第二就是它也有很多很罕有的地方 因为一来它是我们说的尖沙咀现存 就是唯一一栋战前的洋楼 转角的洋楼也是所谓香港卖少见少 它是其中的一栋 真是直接参与二战的战略部署 其实现在现存的民居 其实应该只剩下它 团队认为洋楼有条件成为一级历史建筑 促请股物资商委员会重新为洋楼评级 也都探讨保育方案 无线电视记者李卫义报答 首个由修复堆田区改建而成的 小冷水蝴蝶保育区今天开幕 由幼虫到花城蝶 在一个占地达约6万尺的保育区都看到 还有长标弄蝶 蓝蝶子蝶蝶 金蝶蝶 虎蝶蝶 和较罕见的长腹灰蝶和曲纹纸灰蝶 保育区本身属于经修复的 屯门小冷水堆田区范围 部分地方曾经吸引越东斑蝶飞来过冬 不过早年这些斑蝶数量下降 当局一年多前就种植大量植物形成保育区 包括回收年鸡再种 负责营运机构说一举忌得 经过努力协会成功将蝶蝶品种 由15种增加至47种 数量亦多超过三倍 其实还有很多正在修复的堆田区 我们希望政府可以考虑 令到都可以制造一个蝴蝶花圆 如果香港很多地方都一点一点 我们会形成一条一条的线 给蝴蝶从A到B 然后会形成一个面 长远来说 令到香港更多的生态环境 多一点的蝴蝶 成为一个生态的乐园 保育区朝早开幕 环境局局长黄錦升出席主礼 保育区今个月24日起 接受团体申请 市民可以亲身到场观赏美丽蝴蝶 保育区内的装置艺术 利用回收胶樽制作 这只虎斑蝶 寓意医到油堆田区变造蝴蝶保育区 无线电视记者黄芷瑜报道 本案的疫情主于胶着状态 转局政协委员 食物及卫生局前局长高永文就建议 当局以快速检测为基础 推行全民强制检测 因为我都思考过 如果你说你现在又要做一次 我们传统的全民检测 或者好像内地那样 全部都是要用核酸的全民检测 我想几乎做不到的 我想政府一早已经说了 做不到的了 但是会不会用另外一些比较 有想象力的方法呢 如果你说快速检测 我们要基于信任制度 我们基于信任制度 大家又会自然都会想到 会不会过都是不实情报呢 那我觉得可以加一些的措施 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做快速检测 在第一次的一个全民检测的时候 我们规定在一段时间 七天或十天里面 每人都做三次这样 然后一定要报 而且如果你是报了 是全心欺骗的或者虚报的 那我们会有一些罰值 然后我们甚至可能要求 我们每个人情报那时候 找一个家人或者找一个朋友去证明 经济日报细评 中美对疫持续升温 本港作为国家融通中外资本的 战略通道和平台 发展机遇更多 挑战它也不少 正如下头任特首利家超所说 港府需要有底线思维 在金融等领域作最坏打算 做最好准备 继续力推人民币国际化 将增加港元不得已改挂其他货币的空间 制定万全预案 应付或需和西方体系团勾 同样不可或缺 东方日报社论 昨天是世界环境日 环保团体公布数字 显示香港这方面大落后 那一团体过去一年 执取4.3千个废膠津 创下新纪录 五大中港膠津品牌 占总量超过一半 饮品制造商固然在减数上 欠缺承担和积极行动 但政府没有严格的监管等于无人驾驶 出事是意料中事 大公报社评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 中国的主题是 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保护生态环境 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 过去10年 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高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延传 绿色低碳快展加快推进 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日益显然 星岛日报社论 美国总统拜登召见联署局主席鲍威尔 要联署局负起控制物价的主要责任 双民众愿气引向联署局 联署局为免成为高通胀的代罪羊 必然加力打击通胀 令股市和经济添压 然而拜登可能为压通胀 而令经济受挫 也可能打击他的管治威信和民望 为民主党中期选举加添劣势 明报社评 我们网上广泛流传小学教科书 插同内容出现争议 讨论焦点初而在审美角度 后延伸至意识形态问题 以至文化侵略等等 问题确实是严重的 大教育部宣布开展全国大牌查 显然是插过轻兵 而调查责任谁属 对象是否包括下属单位 而出问题的小学教材 已经使用10年 教育部毫不察觉 难道没有责任吗 教育部的责任由谁来调查呢 文汇报社评 一项调查发现 超过七成受访香港居民 和超过九成住在内地的港人 都希望香港医疗福利 能够做到钱跟人走 支持政府扩大医疗支援计划 特区政府应该跟广东省合作 探讨实现跨境医疗资源 融合的创新制度机制 既可以保障港人 在内地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 亦能够减轻接近爆煲的 香港公营医疗压力